大家说一说 我背后这道房子 它值不值170万美元 大家好 我是老院 这道房子 占地是0.93acre 里面的面积大概是4000尺 建于1996年 它里面是5个卧室 3个卫生间 2023年的地税是22,700 这道房子所在的镇 是新泽西的一个中产的小镇 它的学区是998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它的高中是8分 因为这个高中 是全新泽西前十的高中 很多人会说 你为什么会对这套房子这么熟悉 因为其实它跟我是在一个小区里 视频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进入9月份 因为学校已经开学了 而且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慢慢的降温了 所以实际上 今天来看房子的人 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也有一些人 这道房子 在2018年的10月份 曾经出手过一次 当时的成交价是107万5千 在2021年12月底 也就是疫情 美国政府发钱比较多的时候 它又成交了一次 成交价是123万8千 现在它又上市了 要价是168万 给大家一个参考 在它下一栋房子 就是它的隔壁 在今年2024年的7月5号上市 7月11号就成交了 当时的要价是165万 结果成交是183万5千 它这个房子 进入的后院 它是有围栏的 然后它是有两个车库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看 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个房子的外立面 应该是贴上去的砖 这附近 有不少房子都是这样的 它还装了一个密码锁 看看正面 就是贴的砖 我们现在进来了 进来以后 人是非常少的 左边是一个客厅 可以在这边吃饭 应该是个饭厅 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 这个家具看着也很简朴 进门的右边 是一个简单的客厅 可以接待一些朋友 放了两个沙发 红色的非常好 这个阳台放了一个鲜花 这是假的花 但是很有感觉 如果把花拿下去 小朋友可以坐在上面 所以这个客厅 我感觉是不错的 来了朋友 在这喝喝茶也是很好的 对面有一个展示柜 可以放一些你喜欢的 或者你有一些荣誉的牌子 都是可以的 客厅往里走 这是一个办公室 美国人一个标配 一个小的办公室 可以在这里开个公司 注册一个公司之类的 从这个饭厅 可以直接穿过来 它和厨房是连着的 这里面就是厨房 它这个厨房的 吃饭的桌子 很古朴 很简朴 这是纯木质的感觉 至少是这个做的 跟木头一样的 然后这个厨房 面积比较合理 不是很大 现在是非常干净的 往里面看看 它这个橱柜 我感觉 不是特别特别新的 但是应该也还是可以的 对摸上去的质感 还是可以的 它们是不是已经搬走了 里面都是空的 这是一个大的洗手池 现在基本上是比较流行 这样的 这边是它的炉台 比较一般 这个炉台比较一般 它是四个火眼的 上面有一个抽油烟机 但是是微波炉这样的抽油烟机 抽油的效果肯定是一般的 这边就是冰箱和一个储物柜 往右边走 这边应该是车库 可以放两个车 现在很干净 人已经搬走了 再往这边 就是洗衣房 洗衣机和烘干机 然后有一个门 可以走到后院去 它这个厨房和客厅 是连着的 开放式的 这个客厅不是很大 这个面积 我觉得比较合理 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它没有放电视机 它这边放了几个沙发 和一些装饰品 这个壁炉 也比较简单 然后这个房子 它是朝南的 后院是朝北 所以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光线是很不错的 这个客厅的光线是非常好的 客厅往前 就是刚才的办公室 有些朋友说 他有这个疑问 就说现在这个时间 干嘛还有这么多人买房 这么多人抢房 我也有这个疑问 但是我想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美联储可能要降息了 降息房价就要涨 而且最近这几年 因为房价一直在涨 所以很多人就持有这个光点 说这个房子真的是不会跌 一直会涨 只不过有的时候涨得快 有的时候涨得慢 长远来看买房子一定是一个保值的 我不知道你们认同不认同这种观点 就好像这个夏天到现在为止 我听见三个事情了 第一个我的朋友在隔壁买了一个townhouse 就是上个礼拜 要价87万 加了4万美元 要抢全现金91万才拿到 另外一个那天吃饭 有一个波兰的女的 她在我们山下的townhouse 也是在16个offer里头 她拿到了 16个offer 什么概念 这么多人买房 然后这个房子的隔壁 也是上市一个礼拜 7月份就卖出去了 而且成交非常理想 我现在是下到了他们的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没有装修 地面也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铺地毯之类的 这边放了几个简单的健身的器材 地下室的面积非常大 但是没有任何的装修 看看上面的木头都是裸露的 这是刚才这边 它这个地下室应该是可以走出去的 然后这个设备完全都能看得见 这个是供暖的 那边是锅炉 烧热水的锅炉 从这边这个门是可以走出去的 这个是workout的basement 这种可以走出去的地下室 就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 就是安全问题 但是据我所知 这边的治安还是很不错的 小区里治安还是非常好的 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事情 我们现在上到二楼来看看啊 从楼梯上来正对着 就是它的主卧 主卧的面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看里面是一张大的 king size的床 它这边放了两个沙发 把这个主卧充实一些 要不然主卧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 主卧呢 往这边看也是后院 它这个家具都是啊 你看有点都是木制的 至少做出来啊 像是木制的 然后往里呢 是它的卫生间 主卧的卫生间 这个是装修后的 看着很不错啊 浴缸和这个玻璃门的这个淋浴间 看着很新 这个是装修后的 往这边看看 它的卫生间 还是很不错的啊 这个房子还真是的啊 我看到现在 只看见了主卧一个卫生间 一楼可能我没注意到啊 一楼按说应该有一个卫生间的 我没看见 地下室肯定是没有的 它这个楼梯的扶手 看看这个扶手和这个灯 都是原来开发商的 都是二十多年的老的 主卧出来的右边 也是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面积大小比较合适啊 这个人是应该搬走了 所以就简单的放了一张床 这是queen size的床 左右两边呢 都还是有足够的空间 放床头柜的 这边就是小区里的景色 从这个房间走出去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完全是空的 已经搬走了 空空的 这个面积不小啊 很大 这个房间要是放一张 king size的床 没有任何的问题 继续往前走 左边呢 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也是完全装修过的 不是很大啊 二楼呢 它实际上是有两个卫生间 然后左边呢 是一个小的房间 这个呢 没有放床 放了一个写字台 后面呢 就是后院 这个房间面积不是很大啊 也可以做卧室的 再往这边呢 是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面积也比较合理 大小比较合适 放了一个quin size的床 这是他们的露台 从一层呢 可以走出来 啊 这个露台 基本上和我要修的啊 很类似啊 这个材料也都是翻新过了 上面放了一个椅子 很舒服啊 后院的面积啊 也是很大的 它这个露台 还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这个 Basement是可以走出去的 所以露台呢 实际上是在外面 就是在第二层 后面树林里呢 还有一个 小孩玩的啊 这个鞦韆啊 滑梯啊 从这个露台啊 就可以直接走出去 那边呢 就是那个门啊 栅栏 直接就可以走了 我刚才呢 和这个中介 聊了一会儿 他告诉我说啊 这个房子和隔壁啊 我刚才给大家说的啊 那个房子卖的很好 要165 最后呢 是183万5千卖出去的 而且呢 一个礼拜之内 那这两个房子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这套房子的地下室 它是没有做的 那个是完全装修了 然后这个房子的车库 只有两个 那个是三个 还有呢 就是这个房子的卫生间 少 这个只有三个卫生间 就这三点啊 稍微的劣势 你觉得这个房子 能卖多少钱呢 那个房子是卖了 183万5千 这个房子要168万 你觉得他能成交是多少钱 而且刚才他也说了啊 这个房子 其实二楼啊 所有的墙啊 包括外立面的墙啊 都是重新粉刷的 今年夏天的时候 刚刚粉刷的 包括卫生间 都是翻新了 都是翻建的 所以里面显得呢 是非常非常的新啊 确实也是非常新的 都是今年夏天 为了卖房子 刚刚翻建的 所以里面的状态是最好的 我进来看这个房子的这一段时间吧 前天后大概来了六七拨人 还是有一些客户来看房子的啊 但是印度人呢 是比较多的 大概有三四拨啊 有一些白人 都是带着孩子的 所以这个市场吧 我感觉现在呢 是有降温 毕竟已经九月份了 但是呢 还是有人在关注 有人想买房子 那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